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曾晓娟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一的每周一股 来到星期一的每周一股 继续有Anno和我们推介他的心碎股份 Anno 你好 阿琪 你好 先和你回顾一下上一次你所推介的一只股份 有编号1928的金沙中国 见到金沙中国和恒指比较 恒指整个星期跌了196点 跌幅矮近1% 而金沙中国方面跌幅较明显 跌了3% 见到绝对来说 这个星期表现一般 好像跑输大事 看看你上次给家庭观众的一些投资建议 买入价定在26.5 期内波幅24.6至26.6毫半 成功买入 见到今个星期来说 金沙中国都跌了不少 在部署上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金沙中国的表现 其实上个星期推介的时候都有说 如果论年初至今豪道股的表现 是在跑人大股 包括金沙中国在内 也算是一种相对强势的豪道股 但是你说 特别由第二季开始 整个澳门博菜叶这个版块上面 明显地是跑输大股 上个星期的情况都是一样 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 年初至今 最主要今年来说 本身市场对豪道股的看法 看得不是太乐观 但是股价能排人大股 因为实际上 他们的博菜收入 或者业务做出来的表现 的确没有比预期中差 所以说 因此股价表现有个不错的情况 但是第二季开始 市场开始对这个版块上面 有个冲敬 包括会不会最坏的时间捱过了 但是由于始终出来的数据 都仍然比较疲弱 所以短期来说 无论是单依赖来公布的中期业绩 或者近一两个月来出的澳门博菜数据 我都相信他们很难会有个很理想的表现 但是长远来说 我觉得这个版块现阶段 估值都跌到一些比较低残的位置 澳门博菜收入 未来来说 我觉得大跌的空间真的不大 甚至未来来说 有机会逐步的稳步回稳 如果未来来说 有些少的刺激政策在这里 版块也有条件做法好一点点 所以这些位置 最主要都是做一些中线部署 因为你在说 接近7、8月份业绩发布的高峰期 我相信今夏中国份中期业绩 都不会真的非常亮丽 对股价来说 都可能会構成一个压力 但我都相信 即使业绩出来也好 造成一个压力也好 股价都不会有个很深的调整幅度 所以就是止涉位 放回22元这些水平 我觉得可以继续中线持有 至于目标 仍然在32元这些位置 谢谢Anno 看完上星期你推介的一只股份 一起看看你这星期推介的一只股份 由編号1316的来世特 看看2015年的业绩 营业额方面 岸年上升1.2% 埃近1.3% 毛利率上升2.1% 股东应佔入利更加升超过2.7% 政府债对权益比率下跌23.3% 而每group下息也有个上升 就是升近2.3% 就这样看一份业绩 看到很多上升的数字 当中股东应佔入利更加升2.7% 这份业绩是否都算是相当不错呢 其实奈世特自己都推介过几次 今年来说也第三次推介这只股份 对于奈世特来说 为什么说要去推介这只股份 最主要之前提及到 到这个时候7、8月份 未来市场都关注一些公司 陆续发布业绩 那奈世特的业绩 我觉得仍然继续有条件 看好一点点的 所以都会选择一些职优股为主 这只会是其中一只 其实你看回2015年的业绩 看到他们的业绩的确没错 表现普遍来说 都看到有个上升的数字 而下跌的 都是说一些负债水平下跌 都是一件好事 这几行数字上面 全面都是向好 但我觉得奈世特 业绩做好之外 有个特别之处就是 这间公司在做的是一些 汽车的零部件 始终汽车市场 最主要做回美国 中国的内地市场为主 汽车市场 是一个非常大的 industry 也预料 不会有些很爆发性的增长 但见到公司 其实过去这几年来说 都有个很稳定的收入增长 而随着毛利率 这方面持续改善 见到公司的毛利率 现加段来说 都创了这几年来的新高 16.2% 所以说公司的盈利能力 都持续改善 而最重要就是见到 之前提及到唯一下跌 就是正负债对权益比例 公司现加段的负债水平 一点都不高 所以第一方面 没有集资的需要 第二方面 随着公司的赚钱能力 越来越高的时候 他们有条件维持 派息比例 所以说公司的派息水平 未来来说 有机会持续上升 所以这只股份 除了说公司有可观的 赚钱能力之外 派息能力都不错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市况当中 这只股份 我觉得大家 如果担心市况表现比较反复 不妨可以考虑去做部署 好 再一起看2015年的业绩概要 见到产品的分布主要是四大行 有EPS、HPS、CIS和DL 当中占比较大的 有EPS 占比达到59.5% 而营业额到20亿美元 EPS是一种新科技 比较高效率、折散空间 和环保的一个产品 看见右手边 截至2015年年底 未投产的订单 EPS的占比较到7.6% 其实是否看到 很多未投产的订单 还有很多 对于前景来说 都有一个保障呢 或者简单介绍一下 内势特战特及到 最主要做一些汽车产品为主 之前说的一大堆 好像EPS、HPS 英文字 其实是什么 最主要是 汽车零部件分量大量 一个就是做助力转向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 是说 AgentVac 动力传动系统为主 例如说韵和弧中 汽车的轴轮 最主要就是引擎 others 或者如何把它的动力传在斩车上 一些普通的啥 simplesmente系统 这方面每个汽车都会讲 increases 架� 45 00119 但是掩饰技术层面上 就相对没那么高 反正在主要产品上面 说这里像佔比最大的 都是这些助力转向系统 这些是大家记得现时一段 很多驾车人士都知道的是风油炭 纯粹是在扭炭的过程当中 可以相对地用较少的气力来转炭 你见到战比最大的 现时一段是电力转向系统 好像传统叫的一些风油炭 其实都是用油压助力转向系统 这是一些旧式的技术 现时的新式技术 主要靠一些电子系统去帮助转向 为什么相对地比较好 就是在这些电子转向系统上 牵涉着用较少的油耗等等 相对地是会比较环保的新技术 始终现时所有汽车的industry 上 越省油的产品就相对地 越吸引到消费者 始终油价仍然是高 即使油价跌到很多位置都好 始终省油是对消费者来说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这两个产品在市场的需求相对地比较大 所以再看回来来说 头单的占比上 基本上大部分的产品 都是电动转向系统上 这个系统有什么优胜之处呢 就是牵涉到技术水平 这几个分部零部件的产品 当中电动转向系统 由于牵涉到技术水平相对地较高 所以说毛利率相对地较高 所以说公司的赚钱能力 最终于订单需求强劲之外 另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EPS 电力转向系统上 这些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公司说这个产品的占比越大的情况下 毛利率都会有条件做不复旺 所以这个产品我相信是公司的未来增长 仍然是主要两点 明白了 再看下一版的业务概要 看到2013年和2014年的毛利率 其实是矮近持平 但到2015年就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去到16.2% 原因又是什么呢 毛利率提升的主要原因 就是之前提及到的 电力助力转向的 产品上的占比越来越大 这些产品的毛利率都相对较高 所以因此毛利率都会扩升 未来来说 有没有再一步上升的空间 始终存在的 因为正如之前所说的 随着2015年投产 或者未来 EPS 的占比会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那个毛利率都会有条件做一步上升 但当然的 产品价格有没有机会受压 有这个可能性在 但始终内势特有一个优胜之处 就是说 第一方面说这些旗路 无论是动力转向也好 或者说这些转向 或者说助力转向的这些系统都好 都是说汽车里面 一些比较核心的零部件 在品质上面 要求相对比较大 而见到内势特的最主要客户 都是说美国通用汽车等等 这些大客户 所以都反映着 第一方面 产品方面有一定的需求 相信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压价 最重要是公司始终和美国通用汽车上 有一个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 被人压价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只要随着EPS 的占比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我相信美雅来说 仍然有一步有改善空间 所以不单是说收入有机会上升 随着毛利率仍然有改善的空间 我相信内势特的盈利能力 或者今年的中期业绩 仍然有条件 看好一点 好 看了这么多的业绩和业绩概要 看一看第一个你所推介的原因 就是受惠美国经济复苏 的确看到业务方面 美国占比是最大的 达到45.6% 营业额达到15.3亿元 第二位就是中国 营业额达到7.3亿美元 而占比方面达到21.8% 第三位是墨西哥 营业额6.8亿美元 占比是20.4% 在紫色的框框里面 你就说到受惠北美地区的经济复苏 但看一些大行报告 瑞讯就认为北美的滲透率 已经去到5.3% 接下来 营业额达或者相关的汽车销售 的增长是有限的 你拍不拍前景 没有你想像中那么理想呢 其实为什么推介营业绩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现阶段的市况 特别说 环球的经济非常波动 但相对地 美国的经济可能都会有条件 看好一点 除了说经济数据 做得好之外 他们的最主要客户 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美国通用汽车 其实这一两年来说 他们的业绩 都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表现 始终美国的汽车业 都见到有个明显的复苏 受惠美国的利率低基 等等这些因素 所以美国地区上 不单是说 除了市场占有率的问题 说他们的最主要客户 都能够做好一点的情况下 我觉得有条件看好一点 最重要就是说 相信论增长的动力 当然内地市场那么大 也说内地市场对于 EPS 系统的需求 相对比较强劲的时候 增长的幅度 都会相对比较多 但我相信 随着内地的经济放缩 汽车行业都变得比较增长缓慢的情况下 增幅未来也有所收窄 但相对地 美国仍然有增长空间 之前提及到 除了说通用汽车的表现之外 另一方面 就是说现阶段环球的经济非常波动 说欧洲地区 可能说现阶段面对的问题相对比较多 包括欧元汇率的波动等等 所以说美国方面 其实现阶段 无论是美元的汇价 或者美国的经济地区上 表现相对比较大 近期来说好像脱欧 这些相关事件 对美国来说 基本上仍然未有影响 所以我相信 整个经济体的表现 美国今年的经济表现 仍然表现比较强 所以我相信 在当地战备相对比较大的 美国地区上 仍然会有量力的表现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业绩上 相信会有一定的憧憬 明白 看看下一版图表 看到这张图里面 显示了美国每月的汽车销数量 和美国的失业率 明显看到是几两极 看到汽车销售量持续上升 而失业率也是向下的势头 你觉得这个优势 可否持续呢 说到美国的汽车市场 或者全球汽车市场 也是 汽车行业本身 和经济的特别失业率上 会有一定的挂钩 当失业率越低 就业情况越好的情况下 对汽车市场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始终就业稳定 或者失业率不断下降 即是人们容易去找工的情况下 他们对买车的意欲点都会加大了 当一旦买车的意欲加大了 整体原来汽车需求加强的时候 内势特的一些汽车领部件 都会直接受惠 说到美国的汽车市场上 从图表上都看到了 从金融海啸之后 现时有一个明显复的势头在 当然说到失业率 近期来说 看回美国的非农业数据上面 都见到失业率 现时一段都拉它在5%左右的位置 未来来说 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就未必太大 但是提前看回到的 除了失业率之外 跟飞龙新增职位的增长 都有很大的挂勾性在 始终最重要的是 现时一段美国 当地经济上 提供的职位真的越来越多 就业市场 是见到一个明显复苏的势头在 所以我相信 汽车市场 未来来说 仍然都会持续强劲 最重要的是 美国的加息步法 现时有明显改变的情况 即使现时就业状况有改善 失业率是5% 这些比较低的水平也好 联储局短期来说 加息的机会真的不大 只要不加息 我相信说一些汽车财款等等 顺利率也有条件 维持着一些比较低的水平 这方面仍然会有利 美国的汽车销售状况 所以美国的汽车销售状况 只要做好一点 他们的主要客户 美国的通用方面 都有条件做好一点 明白 看完第一个利好因素 再看第二个利好因素 就是关于财政的状况方面 见到政府债和政府债对权益比率 都是一个向下的情况 其实节目开出都说到 每股派息都升了23.1% 其实是否都反映财务状况 是越来越稳健 其实奈细特自从上市完之后 财务状况已经很稳健 13年上市 讲上市完之后 都令到政府债对权益比率 大幅降到5成以下 现阶段最新份业绩上 只剩下2成6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方面 奈细特之前提及到 做一些汽车零部件为主 例如一些产房 基本上 随着上市集资源之后 已经是大部分投入二成 现阶段 其实来说奈细特 开始是大了一些收拾器 包括随着 之前提及到EPS 这个系统 需求越来防大的时候 预料订单都会有增无减 第二方面就是 基本上他们最主要集中 做这些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其实事实上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产品 需要去投资 而且在内地的需求 这么强劲的情况下 在这个市场上 仍然是供不应求的 所以有个情况就是 美容来说 他们的资本开支 不需要太庞大 所以美容来说 负债本身不会有机会大幅上升 甚至如果业务能够维持着 一个稳定的增长势头 甚至有机会出现 一个net cash 的情况 即会有正现金流的出现 所以我们在说 公司未来来说 要配股集资的可能性 已经是非常之低 甚至的 如果看到持续 盈利有的客观增长在那裡 派息水平 甚至有机会进一步上升 始终现阶段 以一只工业股 政府负债对权预比率 只有26% 都相对地是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 这些位置 其实你要选择职优股 我觉得来世特会是其中一种 明白 看到来世特的业绩理想 而且财务状况健康 亦受惠于美国经济复苏 看一只股份就相当之好 但是有什么风险因素 我们同样需要注意 最大的风险因素 始终都是在说 就是说回率问题 始终是说人民币微月 年轎段的表现仍然有波动 特别看到人民币贬值压力 都相对比较大 当然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对于以美元结算的内世特来说 在业绩上可以构成一个利好因素 但是由于 第一方面他们的厂房 很多都是投放在内地市场上 在内地以厂房为主 所以始终见到15年外汇的亏损 都接近660万美元 数据不算非常大 始终对内世特这么大的公司来说 这660万美元 又未知造成一个冲击 但是始终留意 按年大升了32倍 而这个只是2015年的市 看到人民币特别今年2016年 仍然有个持续贬值的势头 所以中期业绩来说 会对亏损 会对内世特来说 构成一个利膽因素 但是我相信 即使有个会对亏损也好 始终说第一方面 他们业务是以美元结算为主 人民币贬值造成的直接冲击 就相对地没那么大 第二方面 美国市场的占比都比较大 有利于他们在中国出口那方面的表现 所以说实际上造成的冲击 会不会造成刑警等等 就相对地的机会没那么大 反而会担心第一方面 中国的汽车市场放缓 这个似乎是一个大趋势 甚至说新能源汽车各方面的发展 对内世特来说 基本上构成不了任何利好作用 但是始终说 虽然中国的汽车市场放缓 但是对于其下的产品 就是之前EPS 就是电力助力转向系统这方面的产品上面 就相对地没什么影响到 甚至内地对于这方面的产品的需求 仍然是比较庞大 所以我相信中国市场 都会仍然有个量力的表现 反而比较担心就是说油价反弹 始终美国的汽车市场和油价 是相对比较敏感 近期来说油价的确是反弹了不少 但我都相信 每桶油去到50元左右 这些位置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个比较大的阻力 油价再作进一步的反弹 就不会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的时候 即使油价反弹到 这些因素在业绩上反映了一大部分 未来来说再构成的威胁 就不会说大过大 谢谢Anno 说了这么久 看Anno今天会给什么投资部署观众 看到入价是现价 目标价是8.5 只涉价到6元 看到内瑟特来说 大市都涨了300点 但内瑟特也跌1% 怕不怕它将来会跌一跌呢 其实内瑟特也预料它 不会跟随着大市去向 因为这些股份和大市是敏感到 真的非常低 但是这些位置我都会建议研究去买 因为看到股价也跌到一些比较低的水平 而且在技术走势上 反而看到股价研究段 开始挑战10天线 开始有突破的迹象 其实股价经过多次的调整 很多时候跌到6.6 这些位置 有初步的支持位置 所以短炒部署 甚至将6指摄位置 设定6.6 直播率都相对比较吸引 后市会觉得有机会突破10天线 这些位置 始终最关键都是中期业绩方面的表演 所以这些位置开始可以作部署 至于目标价我自己会看到8.5 这些位置 只要不出6元 我觉得可以继续中线持有 好 多久 最新股价6.9毫半 股价偏远跌0.43%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你做新部 这种股份你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多谢你场上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有问必答的环节